170公分以上 他就是一件吃蜂怪獸 先生一定就是去拉丁嘛 太太來幫我扶一下 太太來了 太太來了 我們要來下丁了 欸 你要扶喔 我就已經扶得很好了 快點 你要扶好 常常吵架 我跟你講 真的常 大家看到今天 有特別來賓光臨我們 露營中毒本部 看那邊 看那邊 看到我們的天木專家 吳老胖還有朱小木 現在在我們露營中毒本部 好 就回來就回來 等一下就要開始來教大家 如何搭設哈比杖 那今天比較客那一點 在水泥地上面 所以他們有要做一些 事先的準備 然後他們很用心的去想 要怎麼樣搭在水泥地上面 那等一下我們就可以 開始來教學囉 搭建之前 我一定會準備地墊 像我們在碎石地 或者是草皮 即使你一往去就是草皮 它尖銳物 我們是看不到了 那鋪地墊是為了要增加 天木的使用壽命 它比較不容易被 劃傷 踩破 拉破 或者是把 整個拉掉 這多有可能 所以我們鋪地墊就可以確保 這間天木的使用壽命 然後到天木齁 我們在家就可以先做這個調整 因為我們去到營外的時候 就是直接要搭起來 就要那個享受的 所以我們不用在營地的時候 又要浪費時間再調整 那我們要調整的時候 注意看一下喔 這邊有一個可以調整的 一個不可以調整的 可以調整的這邊 不能調整的這邊 所以有一條是不可調 它原本就這麼長 對對對 然後這一條是可以調的 對 所以我們要把它調成等長 對 要調成等長 這樣子 紅孔處就是要立營柱 三角鐵邊就是要綁繩子 那即使你今天你要搭做變化的時候 沒有三角鐵邊 但是它有織帶的預留孔 我們一樣 繩子是綁在天木上面 對 那營柱就是來撐天木這樣 嗯 營柱就是在這種孔釘上面 對對對 通常我都不推薦我們綁那個死結啦 因為你打死結的時候 它會鬆掉 嗯 所以我們都是打另外一種 繞過去 抓住 然後繞 一 二 三 好 三圈了 那我們的繩頭從這邊 從這邊繞上來 穿過去 這樣它就越拉越緊 就這樣子 嗯 啊我們通常風比較大 都會要 一直營住兩條繩子嘛 對 我們都會 建議分開吧 那真的不幸遇到斷掉的時候 至少還有一條 對 再拉 但是如果你用八米長 繞成兩條線 它一樣是一條線 斷掉就沒有了 嗯 在家就可以先把它綁一綁 那去到營味的時候 我們就是直接要搭了 所以在家要做的 動作 中間的環扣要調到等長 第二件事情就是先把營成都把它綁好 對 我們要先從中心點 喔 要先穿桿 先把穿桿處拉成 好 好 那我們把它拉穿了之後呢 等一下你要穿的時候會比較好穿 鋁合金桿的好處就是說 它搭起來會比較平 那我們要做變化的時候 也必須要用到鋁合金桿 我們一般標配是玻璃纖維桿 對 然後鋁合金桿是夾構 對 吞的時候沒有什麼技巧 就這樣子 抬過去之後呢 我們可以先來這一邊 先把插銷錄一邊進去 這邊插進去 好來 拉過 拉著它 然後走過來另外一邊 放著 然後拉這一口 這時候我們這一邊都還沒有錄插銷 那我們先把它拉過來 穿進去之後呢 來 其實看這邊 把這個插銷拿著 然後玻璃桿拉過來 這樣 放進去 就OK 那現在因為我們沒有辦法下釘 所以我用D型扣去取代於說 要下的釘子 那我們現在中心點已經下完了 現在換四個腳 那立好了之後呢 現在準備立銀柱的那個繩子了 然後拉出來下來 你只要有先做這個動作 就如同有人再幫你扶銀柱啦 所以其實一個人搭就可以了 對啊對啊 而且很輕鬆 好 170公分以上 它就是一件吃風怪獸 那像我們的哈比可以到265 你是很吃風的 對 先生一定就是去拉丁嘛 好來 太太來幫我扶一下 好 太太來了 太太來了 好 啊我們要來下釘的 欸 你要扶好啊 我就已經扶得很好了 快點 你要扶好 不然你自己來嘛 我跟你講真的 真的常常吵就的原因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呢 你你天幕撐起來的時候 你如果不是綁在天幕上面 你是套在銀柱上 一個人要來扶這邊 一個人要去下釘 那風他在扣 他肩膀化不住了 別說太太啦 連我們自己男生在扶 其實要扶也很難扶 所以我們就是從以前 那麥天幕就是都把繩子綁在上面 拉住天幕 銀柱就是要來撐天幕用的 那我們現在把它撐起來 繩子拉緊 你看 非常輕鬆 都不需要有人幫忙 因為我們的Havi現在還沒調整嘛 所以整個是歪的 包括我自己在搭的時候 我也沒有辦法很精準 把釘下在精準的位置上 所以我都還是要做調整的位置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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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做什麼 已經 欸 還沒有搭完 已經 已經開始 還沒有搭完欸 欸 認真一點好不好 已經開始在 在下面開始在喝了 在下面開始在喝了 在喝了 欸 不會熱欸 不會有那個野餐的Fu出現了嗎 要調整的時候呢 就是從中心點先調整 我們就想像我們在挪銀釘就對了 對 你要把釘把它那個 所以一開始下釘 其實不用下到很 很精準 很精準 就稍微先下一點點 對 因為之後可能會有角度 對 我們還要還要再做調整 對 我們還要還要再做調整 就是比較怪風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去到山上啊 遇到牆的時候 我就會把這一個點 綁上繩子 往下拉去下釘線 那除了這一個點以外 我們整件它比總共有20個拉點 這20個拉點 假設你今天是吹這一個面 我們吹這東西 所以這個 這個也要拉 那這邊也要拉 這邊我們都有設計 那這個也要拉 假設今天要是吹這 這一整個面的時候 我們這個就是要來 拉繩子下釘 所以就是不一定要所有的都拉繩子 對 要看當天的天氣狀況 應地自宜 應食自宜 對對對 有些人問說 哈比杖它需不需要拉水線 要 我們去到營地的時候啊 你看那個手機APP 只要下雨機率超過30%以上 我就會拉了 我不會等到下雨 才來做這個動作 太慢了 因為你一下要主分 一下要來拉水線 太麻煩了 所以你只要手機到了當地 欸 看會下雨30%以上 我們就直接先拉 好 那拉一樣 綁旋趾 繩子 繞兩圈 這樣子 往下拉 它就會呈現一個麥當勞的形狀 真重要 這樣子 阿水就會直接從這邊下 這樣 動了動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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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 掰掰 你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